巡邏到一半突然有民眾 焦急的招手攔車 那個橋 神爐橋嘛 橋上還橋下 橋上 橋上 就是過去那邊 好 我們先過去 擔心有人發生危險 遠景立刻鳴笛上前查看 果然有一名黑衣男躺在橋上 你怎麼躺在這裡 我手機沒電發不動啊 我用推的 然後你躺在這邊 推在有休息一下 你怎麼沒有坐在上面休息 你不要躺在這邊啊 原來他騎的是電動機車 要用手機APP發動 因為沒電才會牽車 當時是凌晨一點多 新北市這名二十歲的流星男子 在朋友家玩手遊 玩到沒電 身上又沒帶機車的感應鑰匙 想說回家其實不遠 距離不到五公里 步行約四十分鐘 人力推車 過個橋就到了 結果來到成爐大橋上 竟然體力不值 其實一輛電動車 至少都超過一百公斤 記者實際推一次 其實已經有點吃力 而男子當時已經走了兩公里 要上右邊的成爐橋 由於是上坡路段 實在是沒有力氣 才會把車停在路邊休息 而電動車重量相當於一般 125CC的機車 牽車上橋確實不容易 再加上手機沒電 求助無緣 一度淚灘在橋上 幸好熱心民眾幫他報案 遠景載他到派出所充電 再帶他回現場取車 原本騎車十分鐘的路程 花了快兩小時才順利回家 TVBS新聞 樂廣賓黃靖芬新北市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寶遬oso witch仇 Victime 導遊 瑣 推 吹